东北长白山藏宝洞重现天日 日军后代却说是他们的 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上世纪我国东北在建设过程中 就曾发现了日本二战时期 在我国秘密修建的藏宝库 里面大大小小掩埋了几十个箱子 原以为只是些老旧的军事弹药 可打开一看 居然发现这里面的宝贝价值远超军事弹药 当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 立即发出警告 这是日本的东西 你们别动 可在我国勘察的过程中 却发现洞内的宝藏并不属于日本 其主人另有其人 那么这些在中国存放了多年的宝藏 最后究竟归谁了 实际上 日本在二战时期 一直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故事 并没有人知道洞口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直到一位黑龙江老农 偶然发现一个诡异的怪洞之后 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时间来到1956年3月 老农正像往常一样上山放牛 按理来说 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路 不可能会出什么岔子 可老农一回头 却发现刚刚还在吃草的黄牛 凭空消失了 期间没有任何动静 就在老农起身寻找黄牛的下落时 不小心误入了麻达山 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型洞穴 老农看着眼前黑漆漆的洞口直打颤 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野兽的潮雪 他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周围的环境 却惊奇地发现 这个洞口四通八达 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就在老农心灰意冷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堆罗列整齐的铁皮箱子 和一些蜡烛和粮食 出于好奇 老农准备上前仔细瞧瞧 这里面装的都是啥 可作为扫盲运动的漏网之余 老农愣是半个字都没研究出来 最终靠着这些蜡烛和粮食 才勉强走出了山洞 从那以后 山上有宝藏的说法 在村口大妈的帮助下 传得沸沸扬扬 除了村子里流传的故事之外 当地人总能在上山的时候 捡到一些古怪的瓷器 铜器和金币 经过专家鉴定后发现 村民们捡到的这些宝贝 都带有日本的风格 那么老农在洞穴里面 建到的铁皮箱里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村民在山上发现宝藏的消息 很快就引起了 当地文物局的重视 甚至专门组建了一个勘察队伍 对此进行深入调查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日本就在我国黑龙江地带 秘密修建了一个巨型秘密基地 但这个秘密基地里面 究竟有没有宝藏 并没有人知道 直到麻达山上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这些外来人手上拿着一张老旧地图 口中说着蹩脚的中文 每天穿梭在这山田附近 好像是在寻找某些东西 甚至毫不避讳地告诉当地人 他们是清华日军的后代 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想寻找日军 当年秘密修建的军事基地 因为走得太急 里面的东西没来得及带走 希望当地村民提供一些有关的线索 尽早将这些东西还给日本 当黑龙江警方得知 麻达山上不仅藏着20吨地雷和炸药 还有一些混凝土筑成的藏宝地点后 马上集结了一批考察人员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担心日本人抢先一步到达 可是好几天下来 考察队都一无所获 周围很多地方都已经塌方了 所以这里很可能只是 日本当年留下来的军事辅助措施 就在所有人都心灰意冷的时候 一位抗战老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据他所知 当年日本人遗留的办事中心 其实是麻达山旁边的圣洪山 得知这个线索后 考察队也转移了目标 随即发现圣洪山内确实有点东西 刚进去就看到了不少战略物资 于是考察队也确定 这很有可能就是日军当年的藏身之处 那么这里真的会有日军当年 遗留下来的宝物吗 经过考察队深入调查后 陆续找到了一些 当年日本侵华的作战工具和食物以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宝贝 直到有人一声大喊 找到了 我们找到了 众人随着声音看过去 居然是一个破烂不堪的保险箱 经过考察队的仔细研究后发现 这确实是日本制造的保险柜 最重要的是 专家们还在保险柜里面的隔层里 发现了61枚金币 但保险柜的外部 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撞击和损坏 上面还有六七个没有打穿的弹孔 可在这之前 并没有人知道这个洞口啊 为什么上面还有弹孔呢 据相关人员猜测 当年战败后 日军四处逃菜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盯上了保险箱 但他们不知道密码是什么 于是用暴力打开了保险箱 拿走了里面的重要资料 就在这些士兵准备捐款逃跑的时候 被指挥官发现了 愤怒之际 指挥官连开竖枪直接打死了他们 而弹孔也留在了保险箱里面 不过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这个保险箱里面究竟有什么 除此之外 我国又另外发现了地下掩埋的几十个箱子 原本以为这里面装的 只是日军当初留下的老式军火 结果打开一看 居然是金灿灿的金条 经过清点发现 这里面一共有63箱 一共600多吨 日本政府得知后 立马发出警告 那是日本的金条 中国别动 实际上在最近这几年 日本已经不是第一次 派人来我国探索了 在最近这些年 日本官方经常会打着 研究长白山地质运动情况 派大批课考队 前往我国长白山进行探查 但是稍微了解过 火山爆发的人就知道 长白山实际上是一座休眠火山 距离上一次喷发 已经过去了301年的时间 然而日本人前前后后 在我国勘测了42次 可如果真的只是勘测地质运动 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吗 还是说 日本人的目的没有那么简单 时间来到1914年 这一年沙皇在我国境内 丢失了600多吨金条 这批金条的最后精手人 就是日本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惨败 国内的军事混乱不堪 百姓们对沙皇政府的腐朽统治 早已深无痛绝 到最后直接爆发了沙俄起义 导致国内的人民 还是流离失所 但贴打的战斗民族不想就这么被打倒 于是在1918年的时候 组建了一支沙皇队伍 准备夺回属于自己的一方土地 但天不随人愿 沙皇白军被打得节节败退 为了能够东山再起 沙皇的领袖就命令军队 将国家的黄金储备转移 虽然这个时候的俄国已经成立了 但国内的局势却十分混乱 为了能够保住这批黄金 白军的领头人佩德罗夫 来到了我国东北地区 准备给日军点保护费 确保沙俄白军的安全 但日本人可不是什么信守承诺的主 当日本高层在看到佩德罗夫 拿出的黄金后 立马瞪大了双眼 最后他借着跟上级汇报的理由 跟心腹商讨一番后 一脸严肃地对佩德罗夫说 经上级调查 你携带的这些财产来源不明 由于我国产物丰富 这些财产很有可能是 从日本本土盗窃而得 上级指示暂时扣押这些金条 没等佩德罗夫开口 日本军官又说 按照大日本国律 沙俄盗窃日本的黄金数量惊人 应该立刻枪毙 看你们是初犯的份上 日本政府决定不再追究 现你们立马离开中国东北 否则割杀无论 这下黑德罗夫才知道 为什么当初会败给日本了 因为俄国人太讲理了 而沙俄那600吨金条 就这样毫无保留的 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 据说这些金条 是当时日本全国财政收入的两倍 这些日军在缴纳了沙皇 这600吨金条后 并没有把金条上交给国家 而是私下瓜分了这些财富 只给佩德罗夫 留下了一张不知名的签字收据 从那以后 沙俄的金条却不知去向 为了当年丢失的黄金 苏联政府就在1932年的时候 找到了佩德罗夫 命令他即刻迁往日本 不管用什么手段 必须要夺回当年丢失在日本的金条 可当佩德罗夫试图用法律的手段 夺回丢失的黄金时 却发现当年日军给的唯一证据 也在流亡的过程中消失了 这让原先对此置之不理的日本政府 开始变本加厉 声称当年的黄金早已尽数归还 没想到日本专家在事后说出了真相 在1945年8月的时候 日军因为惦记金条的归宿 导致日本战败投降 在临走前却没有人知道 该怎么将这批金条带走 当务之急保命最重要 没办法 他们只能随身带走少量的金条 确保自己逃跑的速度 可回到国内 这些金条却被国家给没收了 在战争结束之后 我国解放军意外发现了这些金条 这个消息很快就在世界上 引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政府直接发文声称 那些金条都是日本的 要求中国尽数归还 但苏联的历史学家却说 这些金条是之前沙俄皇宫的产物 由于这些金条是当初中国在晚清的时候 跟沙俄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赔款 除此之外 还有沙俄占领了我国 接近150万平方公里国土 还没等苏联政府提出索要呢 日本就开始狗急跳墙 当初日军在清华战争 给我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伤害 生命财产的损失 是这些黄金无法逼你的 二战结束后 我国没有向日本提出战争赔款 就已经人之意尽了 没想到日本政府 却厚颜无耻地要求我国 归还这些 本就不属于日本的财产 面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国自然没必要理会 因为这本就是中国的产物 何来归还之说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